恩典365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这几天我们分享扫罗身上的见解 在危急的时候 上帝允许这些难处成为一张考卷 考一考 我们这个人 我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 我真正在乎的是什么 我在乎的是顺服神 还是我在乎那个我要得到的结果 如果我在乎的是顺服神 上帝在我生命当中 站在那个最重要的位置上 那么环境不管如何 我都要去做那个对的事 就好像 我在乎的是我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在乎的是讨神喜悦 所以今天这张考卷很容易答 我不作弊 这张考卷很难答 我还是不作弊 今天这场考试 无足轻重 没有什么重要性 我不作弊 这张考卷可能会决定 我未来几年的生死关头 这么严重 让我能不能够继续升学 让我面对这么严重的事情的时候 如果我在乎的是神 我还是不作弊 但是如果我在乎的是成绩 结果 我在乎的是 我要上帝的祝福 以至于我可以考到好的成绩 因此我将来就是一片坦途 面对我要达到我人生的目标 我就可以一步一步往前走了 这一步就过关了 如果我在乎的是我要得到的这些东西 而我在乎神是因为上帝可以让我得到这些我要得到的东西 因此我在做取舍的时候 就不一定是照着神的心意了 为了要能够这一次考试过关 以至于我可以达到我人生的梦想 所以勉强做个弊法 这不就是扫罗吗 勉强做个弊法 结果呢 看来他其实后来这场仗是打赢了 他好像这一个难处过关了 但是却失去了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祝福 其实这一场球赛赢了 这个球员却永远出局了 哪一个是更重要的呢 你正在面对这样的冲击吗 不要只赢了眼前这一步 用一个不对的方法赢了眼前这一步 赢了这一场球赛 却失去了永远做球员的资格 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啊 而在这段圣经当中 撒末尔听到扫罗做这样的事情之后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做了糊涂事了 这个最聪明的人 扫罗聪明极了 聪明到他很会脑袋很会变通 这样行不行那样行不行 他极为聪明 所以反正就是要献祭嘛 撒末尔不来我来了 变通一下嘛 这个最聪明的人却做了一个最糊涂的事 什么是最糊涂的事呢 撒末尔说你做了糊涂的事 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命令 最糊涂的事是什么 就是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去做 我用球员来做一个比喻 最糊涂的事是什么 对一个运动员而言 最糊涂的事就是我吃了那不该吃的禁药 以至于哇我这场球表现得精彩极了 我这一次的比赛我得到很好的成绩 但是最糊涂的事是 你后来被发现你吃了禁药 以至于你永远不能够再参加比赛了 你那个运动员的资格被取消了 你真的做了糊涂事了 你好像得到眼前这一步 其实那却做了一个最糊涂的事 你正在面对这样的抉择吗 不要为了眼前这一场比赛 却失去了之后 你永远再也不能参赛 求主透过扫罗 向你向我的心说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